大力波测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有很多很多古董的 他有非常多的古董 優點就是很美 然後古董 然後有實感很真實 大家好我是Yoma 嗨大家好我是小優 我是小妮 哇我們都喜歡 Costplay 啊我這樣做太勤 我會令你很難打 哇 對 你很心機耶 你會做到後面 是啊 那你就頭小啊 你就頭小啊 你今天是霸營頭小的人 哇你太遠看不到你啊 算了算了 我上面頭小 是不是大部分 Dishimu Sasha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大台北地區的 歐風攝影棚介紹 為什麼要這樣限定這麼多 是因為呢 你看我們今天 不只有去過台北 對 不是啦 不是這個原因啦 是因為我們發現 近年來 特別是今年疫情開放了之後 疫情不是開放 應該說疫情 疫情開放結束之後 疫情 疫情還沒結束 疫情它沒有正式結束啦 疫情檢工之後 檢工之後 然後越來越多的外國 會來台灣參加場次 那通常來台灣呢 當然除了參加場次之外呢 其實台灣有很多攝影棚資源 那有不同的風格 例如說日式啊 歐風啊 我們不可能一集知道太多 所以我們就介紹 歐風 因為歐風算是大家的一個大便需求 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就立刻開始 就是我們分成幾大類 第一個呢 最推薦給新手 新手村 對 新手村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HOST的可能是港務科 那他自己對於這些布景啊 或者是說動作也不知道什麼擺 可能會需要 攝影棚的朋友去襯托 再來呢 我們也會推薦 實景最漂亮 然後還有就是 價格最優惠的 就推薦給口袋比較淺的人 然後再來還有推薦 空間最大 如果今天人數多的話 那哪些攝影棚呢 先說 不是我常不擔心眼配 我先說因為這一集呢 我們沒有跟任何一個 攝影棚的棚主討論過 沒有拍 然後很多棚主呢 可能是我的朋友 那這一集就多多包辦 我們會講 我們會講大實話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那我就一個來好了 就是先從新手的開始 就是這是我們整理的 第一個是 阿倫攝影棚 為什麼推薦阿倫呢 主要是因為他現場 其實光源是夠的 然後燈也都已經打得還蠻好 而且他也有提供持續燈 蛤 情趣燈 持續燈 你怎麼講在省呢 情趣燈人家 你好光源 沒有我想說 對他攝影棚怎麼會有情趣燈 但他如果硬要說缺點的話 我覺得可能是他價格比較便宜 就是 我覺得他偏貴 他偏貴 所以他一定要 豬兩條 然後我這邊先分享一下 就是大家突然很好奇說 在台北市可能 攝影棚價格區間會漏到多少 那現在的話呢 基本上 飛翔業的話 一般都是落在 1000到1500一個小時左右 如果說是低於1000的話 大概就是在650到 就是便宜的 便宜的 好 第二個 第二個攝影棚 阿倫爾攝影棚 紅的空間沒有到很大 但是 景明因為比較擠 我說的擠是說 他後面看起來比較豐富 所以呢 你不管怎麼角落拍 基本上都會覺得說 畫面蠻紮實的 尤其是他的美國有 華麗 很容易拍出後 如果你是要那種比較有一點點黑暗 襯托華麗這種風格的話 那麼 他的效果還蠻不錯 而且他也是有持續的可以使用 對對對 你這多 你這多明顯是很重要 因為有些攝影師他並沒有燈具 然後再來有一個攝影棚是 那一般其實台灣的COSER比較少趣 就是小妖推薦的 就是Good Day Studio 他比較偏 推薦的 香色口 就是他有分一般的人像方案 然後跟COS方案 然後他COS方案就是有那種租 比如說你要幾層 因為他好像有三層 就是看哪一層 那一層的話 你租的話就是 2.5小時開始刷 他最重要的優點是 他的紅 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 拍起來都是一樣沒亮 如果你想要拍白天 但你時間只有晚上的話 你就回去 還有一個是 他其實他的歐風 比較像音樂的風格 好像因為我很推耶 因為他就是古董做很多 然後這輩子非常漂亮 他的存在非常多 可是他就是有一個缺點就是小 他每個場景都小小的 其實其他的攝影服 他是一間一間 像一條一間一一樣 但是那個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JP 他其實是一個大空間 開放空間 開放空間 然後你只要稍微換個位置 他又是不同風格了 基本上就是JP 也是我們蠻推薦的 就是蠻適合行走 因為風格很多 然後且他有持續的 接下來第二大類 登登 實景最美麗 為什麼要講實景最美麗 因為實景最美麗 不代表 不真的好怕 就是可能 你看起來超美美爆發 然後看到照片有點不近 不是我覺得 這個猛畫面來講 其實是有點 金手詐騙 就是他們有惡意 不是詐騙 就是他真的很考驗 攝影師 對 就是你看他的官網 會覺得好美喔 然後實際上去看也覺得好美 然後自己拍後覺得說 什麼都不衝上去 所以如果說要去這邊拍照的話 我建議COSER要搭配 比較有經驗的攝影師 然後他最好是有閃的有燈具 那第一個呢我會所推的是呢 一個老牌的叫Kamino 他有一個很像偵探童的 很漂亮 但是 他的每一切都要挺滑 很滑 他滿好看 他的書房 他有一個酒窖紅酒碗 那個也滿好看的 Kamino滿好玩的是 他也滿滿好看的 其實 等一下介紹的另外一個也是 我覺得他都會定期換一些紅色 那Kamino真的覺得他在棚景上面很有趣 就是你真的去看你會覺得說 感受到那個棚主對於景的講究 但他的缺點真的就是 如果你不會打燈 去那邊會 不太好拍 而且他因為算是 比較早的台灣的攝影風景 比較沒有設計一些可以放燈具的地方 對對對 因為後來的棚比較會流行就是 你會有一個窗戶嘛 可是你的窗戶外面其實是假的 你後面會有一個隔階 可以讓你在這個窗戶外面去放燈 然後這樣搭進來 這樣就會有一個窗戶 然後這個棚樓 我以為是比較小 我覺得他比較好 還要小 講小他會有什麼缺點 就是說 第一個是你燈具不知道放哪 再來就是你可能取得角度有限 所以這個是Kamino 但他真的場景覺得滿美的 而且他維護的也滿好 然後可以拍的話 真的被跑拍得很漂亮 對 好 再來就是 邊境攝影棚 然後邊境比較注影的是 他有一個 很美的角度 他有一個 蠻大的一個腳踏 再來呢 有一個棚呢 就是在視頻裡面 他叫Nana棚 那這個Nana棚呢 棚主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 他美感很好的 有點哈利波特的感覺 對對對 對對對 有很多 很多古董的 他有非常多的 標準 優點就是很美 然後古董 然後那個實感很真實 因為太real了 所以他的東西一定就很貴 很貴的話呢 所以棚主其實對於這東西比較相信 所以相較起來呢 我會比較推薦 很謹慎個性的 如果一尋頭什麼的話 就盡量做 就不要 不要太瘋了 對 就變成比較小 可能你現在移動的時候 就把東西打過來 下一個龍呢 我個人覺得應該也就是 Nana棚主的升級版 也是這種 都是 他真的是古董店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我不敢去 好 這個龍叫做 Occioner Antique Occioner 我是什麼 Occioner 我自己寫的 你看不懂 我是太醜了 你知道 Occioner 不是 我們沒有人能救你 他叫Occioner Antique 拍賣師 那這個棚有趣的是 他的前身 應該說他一直都是一間 古董店 他為什麼變攝影棚了 就是因為 他想說這些都放在那邊嘛 那 就有人去問說 可不可以來拍購出來的照片 不知道 可是我 因為我去歌上還蠻甜蜜的 對 我們很早就變天驕 就是他的東西都是 很真實的 真實的古董 也都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可怕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因為一萬一弄壞了 那可能就是要打過一整年 所以我可能會打過一整年 對啊 真的很恐怖耶 或者你家很有錢 你就可以先這樣吃 對 我就很想要 而且去這種地方 我就想要出那種 就是比較華麗的角色 可是那華麗的角色就是 你只要轉個身 你都要這樣 這個 那個地方你吃得拍什麼 我覺得你吃得拍黑即使 這四個獅景風呢 是我們真心覺得都非常漂亮 然後 但是在價格跟登具的考量上 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那再來呢 講得很貴的東西 我們來講一些比較親民的東西 預算沒那麼高的話呢 前面都不要停 我們現在開始停 我們先弄比較貴一點的說起好了 預算比較 中間 中間的呢 就是剛剛我們推薦 有推薦的就是這個 Azure 不分平假日 一個小時是880元 但這個是非商業的方案 然後再來呢 就是有個朋友叫米烏娜 米烏娜的公主人也很好 而且 他也很會拍照 那個棚主身兼攝影師 所以如果說大家 就是想要去一個攝影棚拍 又不知道去哪裡找攝影師 因為可能從國外來嘛 你甚至可以直接去這個攝影棚 就是委託這個攝影師拍 這個攝影師是個女生 所以如果Colder不是是擔心說性別 而不想要給男生拍的話 那可能就是這個棚主也是不錯的 其實 很多攝影棚都有配合的攝影師 你可以去看他們的官網 然後你找他們配合攝影師 他會在折價 因為他的價格呢 是在每個小時 是650到800之間 我真的覺得他的CP值還蠻高的 且他的棚都一直有在去調整跟感激這樣 好那再來呢 如果你覺得 每個小時650還是很貴的話 那接下來 希望這些價格你會覺得很開心 這兩個呢都有點事外 微事外 一個是大同大學 不是一個棚叫大同大學 他是真的是大同大學 他是一所大學叫大同大學 他的棚的名字 不是就叫大同大學 你要上 他叫什麼 但你把上同大學攝影棚就可以找到了 對 這個啦 這個啦 他有名字耶 他叫做銅印象夢工廠 其實你真的他學校外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學校有一個非常欧峰 很大的一個羅馬珠跟階梯 然後其實我覺得蠻適合拍一些什麼 什麼說美少女戰士 然後大同大學呢 為什麼可以說他便宜呢 因為他的價格是這樣 他是兩個小時 五個人內三百塊 不是一個人三百喔 只是三百五個人區分 對 那兩個小時 因為他其實是戶外 所以他會有非常多的天氣因素在裡面 如果有天氣不好不能拍 下雨不能拍 陰電光不好不能拍 然後再來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自然水服務館 然後簡直水博館 在台大的附近 就是國家政府的 他的價格呢 是一個人是八十塊 然後拍到爽 然後館內有個區是有冷氣的 就是在那個很多管線那邊 看起來很像那種蒸氣旁克風格 對 他那個地方室內就比較適合拍一 有一些蒸氣旁克風格 那後來可能就是 比較巴洛克式的這樣 但他的問題是因為 他可能會貼很多現在在展覽上 跟廣告跟遊客 其實那個水博跟大陸大學也是一樣 因為他是一個開放空間 他算是付錢 可是他並不是說給你一個包場 所以他一定會有 可是特別是水博館 他可能到了假日的時候 就會有爸爸媽媽帶小朋友去 好最後一個大類叫做 空間很大的 因為我們上述說的 除了大陸大學跟水博館 他這個是屬於戶外 然後基本上沒有什麼人數限制之外 就是其他的攝影棚呢 大概都是 就是 五個人以內 五個人以內 我覺得 有時候會需要就是 揪一大團人 空國 氣勢就是流量 氣勢就是流量 看照片也不是很確定 人長什麼樣 那是 全滿滿團 那個就是跟集點一樣 我都有 這時候怎麼辦呢 沒事 台北還有一些攝影棚 就是夠大 就是第一個呢 也是唯一一個室內 我們能夠想到的 就叫巷子內 巷子內 但巷子內呢 有個缺點 他是一動 然後空間真的蠻大的 然後有分 三層樓 三層樓 然後容納十幾個人 都是沒有問題 這樣 對 可是因為人多 所以考驗的就是 攝影師相對的 要非常多燈 或者是你可能團拍 因為你可能假設十個人約 或六個人約好了 你可能就要 兩三個攝影師去 然後分組拍 而且他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他的攝影棚的朋友 會很開FREESTYLE 我之前去的時候 哪要去了 人不見 對 攝影棚會不會不見 對 然後重點是 時間到了之後 然後紅族還是不在 然後想說 出來我們要怎麼拍 我們要怎麼拍 要走了嗎 但是紅族人也蠻好的 對啦 但我個人會覺得 那邊對我來講 因為他頭很大 比較容易過敏的 可能會打分 對 因為我之前去那邊 我會 好可愛喔 啾啾啾 啾啾 然後會啾啾 然後再來如果說 另外有兩個點 比較特別 就是他們這兩個人 在台北叫婚紗基地 一個叫做淡水莊園 就是在比較圓的 總之就是 他是到了 冰尖 就是 住淡水莊園 火把 快來買火把 火把 那他到了淡水淡之後 還沒到 要再坐計程車 到一個 偏僻的地方 真的 海邊 對不起 淡水莊園 我們對不起你 淡水莊園 沒講錯 淡水莊園 另外一個叫做 珍愛桃花園 他在陽明山上 那淡水莊園 跟珍愛桃花園 這兩個地方呢 建議就是 去的時候可能交通 這件事情 要時間的安排好 例如說你可能要先 跟計程車司機說好 什麼時候來接你 然後 或者是 最好約一個 會開車的車椅子 那這兩個呢 優點呢就是 大 他有不但有室內景 也有室外景 非常的多 那通常大家 台灣拍婚紗 有時候會帶出那個地方 那一天拍得多近 但是 他一樣就是 也會有一些缺點 就是 其實他的價格 還是要看 你的人數去決定 例如說你一個人 配一個攝影棚 那如果多一點人分 可能還好 但是如果說你是要 一整天換超多套的話 就蠻適合 還有一點要注意 因為他是一個開放空間 所以要非常注意你的錢財 基本上台灣我覺得 還算是蠻安全的 但這種人多的地方 讓我覺得 你還是不要把東西 就丟到一個地方 像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大概四種大類型的攝影棚 那希望對大家有關注 然後另外有些東西 其實也是我們要分享的 包括說 商用跟非商用 這個其實超調整 其實只有Costpone 這種規定 對 那他們的商社定義就是說 你拍了這個照片 會不會拿來做盈利行為 但是 你要印周邊拿去賣 或者說你今天是廠商的案子 你要去跟拍照 然後今天都是 賣很多人另外一個 這樣子 其實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情超廣 我也覺得 因為我就是重點 這個是空間這個時間 我今天付錢 我幹嘛還要再付另外一個錢 你又沒有口罩 你很像是你去住旅館嗎 然後旅館的人 問你說你今天要 你打爆是多少錢 對 睡覺多少錢 你在裡面錄影是多少錢 對你會洗幾次早 我們這樣講 會得罪很多攝影 可是我有建議 我有建議 我是覺得其實說不定 看以後可不可以改成就是 要開發票或不開發票 這個其實是 我自己是覺得是棒 也有在盈利 但是他可能收入 沒有那麼多的公司去說話 不然他去拍了這個東西 他付了這麼多錢 可是其實他基本上 沒有收到那麼多 可是他有一個很尷尬的行為 今天拍了 你之後才想要做商品 你真的 你不知道製作拍照 或者說 可能做一年度的合集 如果我想要這次的照片做經驗 我可能只使用一張 那時候會怎麼算 這就是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看我們所謂的商用跟非商用的價格 在台灣有些攝影棚會這樣規定 然後再來就是說 長太棚跟季節棚 所謂什麼叫長太棚跟季節棚 因為有些棚 特別是歐棚很喜歡改 因為歐洲是什麼 逢年過節 像萬聖節 或者是聖誕節 這兩大節日 很多棚都會把他們的棚 甚至還會改人節 對對對 做一些點綴 比較不一樣 10月份來台灣 或者是12月份的時候 都會有機會去拍照 萬聖節 或者是聖誕節 好 然後再來要注意一下 因為每一個棚 它會給你的 整裝時間不一樣 有些可能是短折 短折沒有時間 有那種沒有時間的攝影棚 那也比較短的可能是 15分鐘 然後到半個小時 這是最常見 那當然也有 另外一個小時 那比較少 然後還有尺度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是要拍性感 性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真的是露兩點 或者是三點全露了 三點確定不行啊 三點不一定 也是要看攝影棚 因為有些攝影棚是可以接收 但是他會要求你要包場 他要就是看你跟朋友 不收不收 沒有啦 這一次也是 我覺得 可是基本上 不行 絕對不行的應該就是 就是 有一些是我覺得要分享 對因為還蠻多有攝影棚就是 有被攝影師偷裝整很多 比如說跟衣室 然後測試 沒有 偶爾會遇到 就是 過去的歷史事件上面 至少剩四個有 對其實應該說 就算是你在外面 你去買個衣服 然後你要去試穿衣服的時候 通常也不會把自己脫到全落 所以你在攝影棚的時候 你可能如果你是男角要纏的時候 你就先在家裡搶套 然後胸貼啊 然後什麼安全措施就先做 我們今天分享的攝影棚呢 都是我們去過的 所以我們是用自己的經驗去分享 當然也有可能就是 我們也有一些都我們之虞沒有分享到 如果說你對於台北的攝影棚 歐風喔 台北歐風喔 注意喔 不要跟我們分享什麼 其他縣市的歐風 歐風啊 沒有我們今天來分享 就是台北的歐風或英倫的攝影棚 有一個網站我非常推薦大家 就是叫做 台灣攝影棚情報站 這個網站呢 整理得非常完整 就是台灣的攝影棚 有想要找朋友的話 非常推薦 可以先去看看這個 台灣攝影棚情報站 然後如果說觀眾你們有 知道哪些朋友是蠻推薦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就是留言分享給大家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那如果說你們覺得這一集 對你們有幫助的話呢 或者是你們想要敲碗 或者想要知道其他類型的攝影棚 例如說 一日是 或者是 可能外景 或者是 教室棚 對教室棚 也可以工作 那我們可以整理整理 看之後 也把它做成實用型的影片 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就到這邊了 謝謝 謝謝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 訂閱 按讚 留言分享 還有小鈴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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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甚麼就把它做成 我們就走 Incmet 海賓 人家 像滋難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